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也是从小学舞蹈也是一个偶然的契机 接触到了表演吧 小时候对舞台可能就是一种憧憬 大了之后对舞台觉得是一个 可以展现自我 表达自我的一个地方 因为舞蹈也是肢体表演 表演也是需要用到肢体 所以舞蹈对我来说 对于我的表演是有帮助的 这两者是相通的我觉得 我去体验每一个角色 都能够赋予我一些新的一些经历 一些体验 感知力可能让我更好的去感受 去共情角色 技巧又让我可能更好的去塑造 去诠释角色 我觉得都得有 相信当下我就是那个人 然后去感受他经历了什么 因为什么而哭 我觉得就是真听真看真感受吧 就是真的相信自己就是这个角色 我此刻发生了这个事情 妈 你快去帮我车辆三轮车 我没有心脏病太快不行了 你拿着 我爸打小就教育 我不能占别人便宜 你点点 拍摄的过程中 我们每场戏 快速地进入角色去演绎 演绎完了之后 可能又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去抽离出来 去思考 去探讨 刚刚那场戏演得合不合理 流不流畅 或者是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 凤宁导演其实就是教了我们挺多的 给我很多的鼓励 给我建立很多的信心 有一场戏是国华 告诉我萧春生的腿断了 那场戏我跟国华演完第一遍 导演说不行 导演说 你听到的是一个你最爱的人 经历的这些 我觉得你没有演出来 然后你去旁边自己去想一会儿 然后我就去旁边的角落里自己 想了一会儿 酝酿了一下 然后又来了一遍 演完她就说 所有人给那个 空灵鼓掌 空灵 她不说话 就趴在我脚边 递着头一直研究那地雷 在其他人和自己生命面前 她好像 永远都是选择前者 每个角色其实杀青的时候 都会要有一段时间走出来吧 每一个角色都让我体验了一个新的人生 我觉得父母的支持一定是我在追逐梦想 追逐理想 成为演员这条道路上一个很强大的力量 一个很强大的后盾 他们就是很尊重我 会在背后一直支持我 我回过头他们一直都在 他们也是会看我的每一部剧 也是为我的成长每一部的进步 他们也会为我高兴 这部剧他们其实就很爱看 因为这个也是他们那个年代 他们年轻时候的青春 他们的爱情 他们可能在这个剧里 会看到他们年轻时候的影子 妈 我考上了 我要参军了 我给你当兵了 同年的时候舞台表演对我也好 包括现在的影视表演也好 都是一件让我能感到幸福感的事情 我觉得舞台对我来说 其实是一个能够实现价值的地方 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演员的道路上 不忘初心吧 一直坚定地走下去 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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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